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觉得创业自己开公司是很功利的东西 将营运一个公司与它本身是否功利挂勾 这个是当时受到很多人去问 为什么不可以正正经经去打工 为什么不可以正经经去考专业去做一件事 有人说为钱创业容易累 为兴趣做事就败不虑 如果用后者来容于有谦实不为过 这位90后的青年全民对兴趣的热成 在短短五年间创办出 环数亚洲多个国家城市的善上问功课APP Step Ask 一开始没有创业 即是搞一间公司或者请人 最初是做自己会做的事先的 大部分大学生都是只会做补习 我都是一样的 数学聪明一点就去教数学 做兼职找一些外快的一个好方法 当时还没有很流行上网教学 现在就很多 有YouTube频道 我们在Facebook 上帖片做 当时真的将自己教的影片 5分钟10分钟一条一条的录音 上Facebook 给人看 当时也累积了不少学生 其中一个观察 就是学生看完片 很喜欢inbox我 或者留言问问题 就衍生了这个做问答的这个行业 适逢当时Uber的生意模式 在市场盛行 启发如有谦 发现到如果用一个APP 能够即时配对学生和老师 帮助他们马上解决学习上的难题 这样这个市场就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我们以前读书问问题 最大事是什么呢 就是班上你不敢问问题 回到家了 你想问forum 明天才回答你 种种令到一个本身很有兴趣的学习的人 都慢慢会越来越意志消场 开始浪费时间 我们的平台是其中一个 我认为Uber这个模式可以呈现得到的 就是你不会搭车之后 跟司机说 不如我们交换联络 下次我找你 因为他想找那个东西 不是车那么简单 他是想找一个方便吃 一找就会立即有人来 这个模式无论是 现在大家为了方便 到好像教育上 我一有问题 我就要立即找到一个老师 可能对兴趣充满热成的关系 识史创业之初每日做到尽 但如有谦依然觉得好享受 每日拍片 晚上回到家就对着镜头 拿一块板地拍片 拍完自己剪完就launch 因为每一个工作 我都有很明确的目标 早上回那个就是 基本上养活自己 下午下午下班 我能够补习的时间 就是有多余的资金 去帮我出钱给做产品的同事 或者各种的花费 因为有不同的目标去做 那时候的日常都很清晰 不会觉得很辛苦 都很享受 13年兼职创业 14年全职投入 到15年 Snap Us 诞生至今 余有谦将业务 扩展到香港 台湾、日本和南韩等地 不过在外海扩展的时候 他就在日韩两地遭遇过滑铁路 是一个我们很大的命题 如何去把我们已经在香港 和台湾这两个地方 已经实验过而行得通的模特 走去其他东南亚地区 因为他们的社区大 所以学生真的要找 很质素的老师去到自己的地方 一对一地补习是一个 挺高成本的东西 但是他们很需要这件事 变相就是 由线下搬到线上 是很顺利成章的 但是日本和韩国 我们自己观察 就是原来没什么所谓 地铁站旁边就有保铁石 他们每天搭车去到边 都一直在保铁石 韩国很有趣 就是到处都有咖啡 是可以给他们去自收 看片上网 这些模式是令到 我们本来觉得 在香港、台湾或东南亚 走得通的 上网保铁是很正常的事情 去到日本和韩国 原来走不通的 但最后 余有谦了解到当地的需要 终于在亚洲杀出血路 而他的成功经验 都启发了很多后起之秀 急起直追 不过余有谦 反而觉得这样 是一种肯定 我永远都很欢迎竞争 因为有竞争这个市场 代表很有价值 所以越来越多竞争者 就代表大家都做得好 我们其实在不同地区 都见到有些竞争对手 对我们来说 见到有些是 还做得好过我们 有些就死了 大家看看识目以待 看看做成怎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